神啊 我的讀給電用紙面信 在除埃及經二十章一到二節 就是講到十戒的這個地方 在舊約的這個戒命裡面 他說啊 神啊 吩咐這一切的話說 我是耶和華你的神 神將你從埃及地 從為奴之家領出來 第一個 第一條戒命 除我以外 你不可有別的神 神是獨一的神 因為當時在迦南地啊 他們要從埃及地 進到迦南地 也是啊 有很多神 埃及有很多神 然後到了迦南地呢 也有很多這個偶像的神 他說啊 除我以外 你不可有別的神 然後再來就是第四節 就是第二點這裡則說了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 因為這是外邦的習俗 外邦的文化 也不可做什麼形象 彷彿上天下地 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你看喔 是不是 這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日常生活 可以看到周邊的這個世界文化的光景啊 雕刻很多的偶像 做很多的形象 天上的 地下的 地底下的 水中的都有 有地空他們去這個印度開展 印度教什麼都是神 石頭也是神 那個也是神 有一次我們去旅遊 去巴黎島旅遊 因為巴黎這個印尼啊 整個幾乎都是回教國家 但是只有巴黎島這個地方啊 是屬於印度教 不是屬於回教俠館 它是一個旅遊的地方 那你呢 每一個人啊 這個早上跟傍晚啊 門口都會放一個那個 拜拜的那個花啊 上面點的什麼東西放在門口 就是在拜偶像 那裡面都是這個偶像的這個 就是很 看起來就是 讓你覺得很不舒服的感覺啊 所以呢 你看 在人的文化裡面 日本也是啊 什麼也 很多也都是什麼神啊 好 那這個天上地下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我們不可雕刻偶像 也不可貴 做什麼形象 好 這是做的部分 這是第四節 再來就是第五節 不可貴拜 前面是說不可雕刻 就是做嘛 那接下來就說 不可貴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們 因為我耶和華女的神是季節的神 恨我的 我必追討他們的罪孽 自負及子 直到三世代 愛我 守我借命的 我必向他們守曰 詩詩愛 直到千代 阿們 所以神還是非常黏敏 有罪的 只追到三世代 但是呢 愛他的 他是守曰詩詩詩愛 直到千代 感謝主 這個比例啊 是差很多了 感謝主 所以呢 關於這個偶像的事情啊 就是需要我們去啊 在這裡有一些的 對付喔 那就講一些的這個 一些丟姊妹在生活上的經歷喔 有一個姊妹啊 她就是得救以後呢 她也很喜樂 很過招愛生活 但是呢 她後來就發現 一個問題就是晚上啊 她就是啊 在家裡都睡不好 睡不好 那她也不曉得原因啊 有禱告 也都就是 睡得不是很安穩啊 那後來她就跟丟姊妹交通啊 丟姊妹 就是說因為初心的丟姊妹 就跟她交通說 欸你家裡有沒有什麼 有什麼像啊 她說沒有啊 都沒有看到啊 後來 丟姊妹就禱告禱告說 不然到他們家看看好了 都一起去看 欸 就注意到 不是外面了 原來是在她的棉被上 她那個原色上是秀龍秀夢的像 她自己沒有這個發現到啊 感謝主 事實上這個東西看起來 本身也不是怎麼嚴重 但是呢 你就會有一個機會 讓神的對頭 就是撒旦 有一個棄生之處 因為啊很特別啊 我們這個 在東方啊 特別是在中國啊 我們說我們是龍的傳人 這裡也說得不錯 因為這個主耶穌說 我們是毒蛇之種啊 所以我們是蛇的傳人啊 那個蛇啊 就是撒旦 撒旦在這個呢 等到這個起訴率呢 他就 就是那大龍 這個小蛇變成大龍了 所以這個聖經來看 這個龍呢 事實上 是人類一個 或是他的仇敵 或是基底背叛的一個總成 但是呢 我們在中國在東方 我們說我們是龍的傳人 那一方面也是說 事實上我們都是肉體生的 我們的父呢 神經說我們的父就是那殊皇者 就是撒旦 也沒錯 所以呢 弟兄姊妹就是有一些事情 第一個要注意到 我們是不是有一些的東西啊 是帶著這個龍像 這個東西可能回去你要去注意 能夠有一些的對付 那另外有一個姊妹他也是 他就 那時候我們在大學聚會 有一個壽性的姊妹 他也是會有身體一直受攪擾 然後跟我們交通 我們去他們家小排 他就交通這個事情 說是不是有的東西啊 他沒有受對付啊 後來我們就看了一下 到底有什麼東西啊 很多東西 這個東西都是隱藏的 我們找到了兩個 第一個呢 就是在他的門口 他的門進來那個紅色的門啊 上面 我們有時候門上面會有那個鐵的雕屍啊 很多上面就是一條大樓在上面 這是第一種啊 那第二個呢 因為他啊 他不喝酒 但是他喜歡收藏酒 他收藏很多金門高粱 金門高粱上面就是兩隻很大的就在上面了 這是很多了 所以呢 兄姊妹啊 這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不要讓有一些的印記 瘦的印記啊 這個刷燈的印記啊 在我們身上 或是在我們家中有地位 這個呢 會影響我們的這個生命上的一些的經歷 所以這個是可以對付的 所以這個第三點也就是說啊 信徒啊 是不應該參觀廟裡的 這個也是給大家交流 孩子們你們要保守自己 遠避有像 這個遠避的意思就是不參與 不要好奇 不要刻意去參觀 有時候呢 兄姊妹我們有機會去旅遊 去一些景點 那一些景點呢 有時候就會去一些廟 那就是 這個 奉勸初心的丟公子廟 或是我們有得救一段 得救一段時間的丟公子廟 這個我們就不用好奇 像我們的 我們經歷是這樣 誒你們去 我們就下去彭虎好了 彭虎旅遊 他也會帶你去看天后宮 那就你們去嗎 我們不去 我們就到外面 丟公子廟 我們就站在外面 一方面也是一個見證 為人贊助 我們就不跟這個世人 走同樣的路 我們要保守自己 遠避遊下 就是有些廟宇啊 你遊去參觀的時候 你就不要進去 你就在外面就好了 感謝 這是第三點 再來第四點呢 我們先來讀這個經節 這是詩篇十六章 第四節 以別神代理耶和華的 獲利送禮物給別神的 他們的愁苦與家政 他們所焦點的血 我不獻上 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 感謝主 就是啊 我們不在神以外 有另外的求問跟求討 像順命或是看向這類的事情呢 就是你要越過神 以別的神來代替我們的神 所以呢 我們可以藉著禱告 跟屬於有些的交通 不要在我們以前還沒得救之前 因為我們在做這個網路的 就是在資訊頁 那很多你看 之前在叫做這個線上購物 或是線上這個叫做電子商務 最蓬勃發展的 你知道是哪一個呢 就是網路算命 網路卡羅牌 網路星座 網路什麼球友 這個東西啊 是最熱門的 最賺錢的 因為人對未知的事情 都是迷惘的 所以他就想去找一個答案 他找答案的各種方式 在我們得救以前 可能這些是我們的方式 我們會 星座啊 算命啊 什麼事情都來 但是我們得救以後呢 感謝主 我們不要以別神來代替耶和華 這一類的事情 我們就不要做 他說你要禁止不做 也不要好奇 也不要去啊 這個跟他有一些的交涉 所以這裡牽涉到有點 可能在我們得救以前 我們呢 因為要了解 所以我們有很多這一類的書刊 有這一類很多的雜誌 雙子妹我們也能夠 在得救以後 都把這些有一些的對付 有一些的了結 就像我們呢 以前呢 有一個井在這裡 我們得救以後呢 這個算命啊 有一些書刊啊 就像那個井 你一直把它擺在那裡 你說要繞啊繞 有一天呢 你很容易就掉到這個井裡面去了 你要離他遠一點 甚至就把它攏開丟掉 所以我們在未來的基督的生活啊 就不要有任何受這方面的影響 這些都需要對付